词曲 李宗盛 请到深处死死牵挂 不知你是否能应答 一别多年你还好吗 时间总让我生起 那些曾经 历历在目有的伤心 幸好还能遇见你 忘了结局 不到最后不放弃 两个人的故事 结尾 不一样的滋味 谁能左右 对不对 两个人的开头很美 错过未必般配 也许是天生一对 也许是天生一对 太陈旗 Works了 最后再次 又再许是天生一对 也许是天生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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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要是天生一对 是天生一对 我们遇见你 我们孩子生下来了 让我妈帮我们带着 到时候你再去工作 岂不是更有资本 是不是 会不会太快了呀 快 难道你想等到三十多岁 才生孩子 做个高龄产妇啊 对了 你妈怎么说 我刚刚没敢 跟我妈说太多 她血压高 我之后再一点一点 告诉她吧 那已经 其实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是我直接跟她说 我还是很害怕 好了 不用担心 就算是一双 非穿不可的粉皮鞋啊 也不一定非要换了工作 才能搭嘛 是吧 而且我一直严 Gibi 吃饭 吃饭 软闻 进 hor 喂 阿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真的什么都没跟您提起过吗 快跟我过来 这件事该不会真的 是我想的那样吧 我怀孕了 我就知道吧 你这心神不念的样子肯定是有事 你看啊 你最近的样子也太不正常 给你买的咖啡也不喝 宵夜也不吃 连反应都变慢了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就是有一点焦虑 焦虑什么 难不成管一鹤不想要这个孩子啊 不是这样的 我都还没准备婚礼呢 这 这就突然怀孕了 不是 你们不都已经准备结婚了吗 这两码事 你结婚难道不会要小孩吗 行 那现在你怀孕了 你的计划不刚刚好吗 是啊 那我们就得了 你跟管一鹤 应该没有什么 不能生孩子的病吧 他该不会是我 失散多年的亲哥哥吧 我这个剧情也太狗喜了 没那么戏剧 但生活就是比你想得平淡 等真把你扑倒的时候 你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了 我都还没长大呢 还没活明白 我能管好我自己就不错了 怎么能给人当妈呢 你觉得谁在做母亲之前 会先拿一个 你可以做一个好母亲的证书呢 我妈她还不知道呢 没关系 你们俩 先把证领了 这早一个月晚一个月知道 无所谓 同不同意呢 这结婚证上的人是换不了的 国家都被案了 我妈 还不知道我谈恋爱吗 这个 有点过分了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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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猜得真不真 我来 来 走了 拜拜 怎么了亲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我还有开会 待会儿我去你家 我们再商量怎么跟你妈说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我还要开会 小白 妈 妈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我妈来了 小白啊 电梯来了 还不过来 来了 都是我爱吃的 去洗手 妈妈最好了 身上只有妈妈好 好好吃啊 妈妈 妈 您怎么不吃啊 您慢点吃 一口咱就再吃吃 好了 来了 我妈该不是来 兴师问罪的吧 吃完了 妈 妈 我去洗碗 你先坐会儿 妈什么时候让你洗过碗 吃完了过来吧 说吧 你和那个叫管 管什么贺 管一贺 对 管一贺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俩就是谈恋爱嘛 谈恋爱 可他上次跟我说 你们都要结婚了 小白 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你谈恋爱 现在你们都要结婚了 才和我说 这不是征求我的意见 这是通知我 妈 妈 你先别生气啊 我知道我错了 你不要生气 妈 其实我跟管一贺 我们是真心的 我们也是奔着结婚去交往的 什么 结婚 你了解他吗 你就结婚 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你眼里还有你这个妈吗 好 妈我知道了 我去给你削点水果 你等一等 别敷衍我 我问你啊 那公司那边怎么办呢 你们公司不是有什么 不允许员工内部谈恋爱的规定吗 我们打算先瞒着 你怎么办呢 小白 我是觉得 你们应该再相处个半年和一年 不要影响工作 女人要独立 未来要 要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们要不要 阿姨 您好 你怎么把钥匙都交给了他 我 我 生活是什么 答案更不同 彷徨是坚守 必备是艰辛 虽然每天不难重复 心怀温暖血手并记 月月 来 吃水果 是不是吵吵你了 您歌声那么美妙 我怎么敢先找 忙啥呢 自从成了这个投行人 我真是忙成了狗 那话说得真没错 世界那么大 就应该多出去看看 你看我妈 她这次又去哪了 西洋红 游轮游 这会儿啊 不知道飘到哪个洋上去了 行吗 管别人的事 别管我的事就成 省得弄得跟那个叶小白的妈似 叶老师管得是有点严 他何止是严啊 叶小白什么事都不敢跟他妈说 像结婚啊怀孕啊 我都知道逼他妈走 谁啊 谁怀孕啊 小白结婚怀孕了 怎么可能啊 刚结婚就怀孕了 想把你来拿走 你真不爱 你真不爱 我真不爱 你真不爱 那你真不爱 小管 我也不是一个 不同情法理的家长 我对小白要求很难得 就怕她在感情上 像我当年那样走弯路 你们两个人都是大人 如果你们两个人 想早一点结婚 原则上我还是同意的 婚姻可不是一件小事 我听小白说 你也是只有妈妈 是 阿姨能不能和你妈妈见个面 商量商量 我觉得 你们还是应该先订 这样呢 也可以腾出半年一年的时间 一来呢 先准备婚礼 二来呢 这样你们两个人彼此 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下 阿姨其实现在 对 是的 我们是打算先订婚的 妈你今天要吃了吗 你们两个人在我面前挤眉弄眼的 在干什么 小白 开门 小白 爸怎么来了 我先去开门 小白 小白 你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 叔叔 你好 你好大的胆子你 回分 你怎么来了 发生大事 我当然会来 妈 你 你们好久没见了 要不你们俩聊 我和小白在谈家事 你还有事吗 我就是 就是 孩子的事 怎么跟你说了 爸知道你怀孕了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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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个我妈今天刚到 我 我们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要不你先走吧 让妈早点休息 你先等会儿 你先坐 你等会儿等会儿 你等会儿 这事接下来怎么办 我 我爸知道了 哥 我告诉你啊 有我在 你就甭想欺负他们娘俩 快叔叔 那 那 那一切就按 小白的意思办 对 都按照我的意思办就行 等会儿你 等会儿 什么就按你的意思办 我问她呢 问你呢 你什么意思 吃不下推卸责任 我不是 王子 这是我女儿的事 不用你操心 不 小管 你啊 结婚的事现在太早了 我看还是按照刚才我跟你说的 先订婚 先订婚 不合适吧 不合适 一鹤 喂 先管哪 你现在反倒怂了是吧 想把黑锅推给小白是不是 不是 叔叔你误会了 我到时候看你像个正纯君子 我真瞎了眼 行了行了 小管呢年龄也不小了 想结婚心急我理解 这样 我还是坚持先订婚 要按顺序办事 还按什么顺序啊 先订婚还顺序 你 我告诉你啊 是管的 爸 小白不是没负责的你 你敢欺负他 你我男人你还想不负责 小白 小白 你怎么样 小白 小白 王子 你说什么 什么孩子 不是 他们俩有孩子了这事 你不刚才说你知道吗 叶小白你跟我说清楚 我到底怎么回事 妈 我 我怀孕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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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多少苦 我就担心小白在感情方面 走我的牢路 你真是 我跟你们俩说 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 他小不懂 你这么大年龄了 你也不懂吗 小白他也不懂 你 我知道 我让你睡觉 你知道的 二阶半ניanya 你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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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丈母娘见女婿 很开心啊 你怎么嘴那么快呢 我昨天差点被我妈手刃了你知道吗 你这个不能怪我 你跟我说那些秘密的时候 又没有规定保密范围 再说咱爸是至亲啊 对吧 要不然这样 以后你跟我说那些秘密呢 你就说能不能说 跟谁说 说多少都规定好 我保证做到 反正事情都要做到 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这次看你态度还不错 先原谅你了 这给你的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昨天打人的人 给今天早上摔倒的人的 怎么说呢 冯冯说这赔礼道歉 算是好吧 爸说你知道什么意思 一会儿去星河开会 你去吗 我当然去了 自然我昨天就准备好了 一会儿去拿给玛丽 你不去啊 我午饭后再去 今天约了馆 10086她妈吃饭 我跟玛丽说 我中午请假去医院 你可别再给我说漏了啊 不会 一会儿我还得去买点剑面礼呢 完了完了完了 我闻见家呢 玥玥 我记得我当时拿在手上呢 电梯里人太多了 我还听见高山调侃管一鹤来着 我 电梯里人挤人的 不太可能丢在这儿 就算掉了 也会有人提醒你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你早上怎么来的 原路返回去找啊 好 中午开会怎么办呢 玛丽要是知道 我把资料弄丢了 别说转正了 我在这一行都别想混 鞋子托给我 快点 玛丽姐我刚跑太急了 你看我鞋跟都跑折了 资料都在我姐姐 我回去换双鞋 买上去回来 对 总共有几十页需要缩印的 鞋根坏了 买双新的就好了 快去快回 以后办公室里 都得留有备用衣服 备用行李都得留着 随时准备出差 我知道 小白姐 这种活交给我就行了 谢谢 一到四页七九十十一 十三到十六页 二十三到二十八页 四十到四十七页 其他页码有表格 我怕数据看不清 所以只缩印这些 一到四页七六五 还是我来吧 姐 你行啊你 这次我说话还挺理想的 我先走了 这次答案不沿线 拜拜 拜拜 喂 爸 你快帮我看看 你汽车上面有没有我那个文件夹 我早上还问你车上了呀 因为没想到你 什么东西 我也想要你 绝了 自己在那里 不行 有什么东西 你不想要你 不想要你 买你 你不想要你 你啊 好 有事啊 没事啊 没事 欢迎光临里面请 谢谢啊 欢迎光临 不客气 好 妈妈帮忙 您好 您好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那个 我儿子订的哪个包房 麻烦您提供一下姓名 对不起 我儿子叫管一鹤 管先生 手机尾号8282的对吗 对 不好意思 管先生订的是中午十二点半 中餐厅的V2包间 现在不到十一点 您看 没关系的姑娘 您帮我把房间打开 我进去坐着等 行吗 好的 这边请 谢谢 喂 你们已经到了 我现在走不开啊 礼物 你放心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谢谢山哥 我先走了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 又怎么了 我就是去买双鞋 真没有别的事 换着吗 换着吗 我是我 这个时候呢 应该有一段抒情的音乐 配合这个画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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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特感动啊 刚才嫌坏了不感动 现在感动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哪儿 你 我og了尽松 我先走了 你在我车上干吗 我知道了 亏我开了慢 一阵风吹跑了 你坐上哪儿找去 就别数落我了 我今天可倒霉了 就为了这几个文件 你都不知道 毁了一双我一个月 工资的鞋 不至于吧 真的呀 你今天是上班吗 上班 上班你 这有四次的吧 马上月月 你是不是犯了 跟你姐同样的错误 谁得鞋 我行了行了 你就别问了 我是清天白日的 我上哪儿 饭送过去啊对吧 你不能看 别吧 文件反正你送给我了 你就再给我买双鞋 就可以走了 我 我跟你 没有钱了 我的钱整个都费 我吃饭用了 你看我没鞋穿 妈 多可怜 你看 你别 妈 多当能够 我 我这还没买鞋呢 你给你买 给你 好好好 小白 妈 来 过来 你怎么不进去啊 不着急 这事啊 急不得 有没有 dro 我们养 我还把我相关了 我倒露了 我还把你放了 这个 我还把我 抱紧 你让你放在那儿 我还把你放在那儿 你放在那儿 你放在那儿 我放在那儿 你放在那儿 卡儿 然后放在那儿 妈 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小白 你们好 阿姨好 实在对不起 刚刚有事耽误了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好漂亮啊 谢谢 孝冠也很精神 亲家母 你好 你好 孩子长得很像你 亲家母一看 就是有文化的人 很有气质 没想到 好 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阿姨 要不我们边吃边聊 好 快坐 快坐 快坐吧 阿姨 您坐 小管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阿姨 过两天呢 小白就会辞职 我们尽快准备婚礼 对 至于以后 小白和孩子的生活 您不用操心 这段时间呢 我妈会先过来 帮忙照顾小白 亲家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小白 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辞职 妈 我跟一鹤都商量好了 我们两个 要是都留在丰盛的话 也不是不能留 但是公司毕竟有规定 同事之间不能谈恋爱 不谈就不谈呀 我们就直接结婚 是吧 你说你们的公司 那是什么破规定啊 那都是违法的 对不对 那婚姻法段都写着呢 婚姻恋爱自由 他们不懂法呀 我看啊 咱们得啊 去找他有关部门的维权去 小管 丰盛这份工作 是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的 小白好不容易熬到了转正 你让他辞职 怀着孕去找工作 情况可不那么乐观呢 阿姨是这样的 我是公司的高层 那收入呢 肯定会比小白多一点 那这对于以后 承担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我这个职位如果辞职 对公司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你是高管 你的能力肯定是强啊 你找工作 肯定要比小白容易啊 亲家母 我们依赫她能挣钱 小白你看她把工作一辞 在家里边享幸福多好呀 是不是 我不同意 一个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 依附于丈夫 这种日子太不稳定了 要辞职 叫你们家依赫辞吧 小白不能辞职 那依赫她也不能辞职啊 那辞职这谁养家呀 又有亲家母 你说说那个男人挣钱养家 它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多稳定啊 女人经济独立 对自己对家庭有安全感 对婚姻呢也是有好处的 话又说过来了 我花了那么多钱 公小白读书 读到了硕士 我不是让她在家做老妈子 养孩子的 这结婚嫁人相夫教子 这多少女孩子求都求不来的 我就是不明白了 你怎么要反着来呢 就让她孩子大了肚子去上班 这样合适啊 如果你们的家庭 以牺牲小白的未来做代价 我坚决反对 小管 我相信 你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看你就是个问题 这些消息 可求你 就 clip guy 那我怎么著秦 妈 亲家母 这个是给你的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对了 我也给你带了一份礼物 西凤酒 我一个老太太喝什么酒 妈 还有小白呢 你看看 你看我这记性 给 这是给未来的儿媳妇的大红包 谢谢阿姨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对了 还有呢 这个呀 是以前给一鹤织的一条毛裤 现在天不是凉了吗 给你改了一个护腰 你知道吗 怀孕啊 腰最累了 越到后期腰越累 对 给你 谢谢阿姨 不用谢 阿姨 初次见面 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谢谢你啊 孩子 真懂事 这么客气 盛宝 爸说你知道什么意思 护肝片 有酒磷 阿姨 不好意思 可能我走得匆忙拿错了 我要不改天我再 不用不用 这个呀正好给你妈送那个酒啊 套餐 阿姨呀 用不上这个 干脆就给一鹤吧 这个给你 赶紧吃东西吧 一会儿还要上班呢 来来来 都吃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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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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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是不想让你送我的 可是不跟你聊聊 我憋得还我难受 我真是不知道 小白他妈是怎么想的 今天不是都说好了吗 谈你们俩结婚的事 他怎么说着说着 他怎么说着就非要你辞职呢 真好意思 就别操心了 这事我会处理 阿姨也是为了小白好吗 我对小白不好啊 大红包啊 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就给他了 我看他妈是没事找事 文化多的毛病都多出来了 他妈怎么这么难伺候呢 想要彩礼 你就直接跟我说好了 我又不是不懂礼数 至于这么拐弯抹角的吗 没错 他妈就这个意思 没直说罢了 儿子 你可要坚守你的底线 知道吗 千万不能让小白 爬到你的头上去 不然那还了得呀 知道 知道 谈个恋爱都弄得伤痕累累 我不命 我跟你说呀 我今天是故意迟到的 啊 小白啊 人和人相处啊 不一定要使什么心机 但的确有博弈 你不做出一点表现来 让人家知道你的底线 你的坚持 人家就不会知道 妈 我知道您不想让我吃亏 但我辞职是跟一鹤商量的结果 也是最佳结果 来 我跟你说 你呀 就是我把你教得太好了 你什么事都在为别人着想 还时不时地检讨自己 你这样做呀 别人不会领你的情的 有朝一日你被逼到墙角 你想反驳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人家会震惊的 哪有您说得那么复杂 你把那红包拿给我看一看 一千零一 千里挑一吗 那怎么不是万里挑一呢 妈 妈 这不是改口钱 就是一个见面礼而已 妈不在乎这个见面礼 多少啊都是个意思 我知道 可妈总是觉得啊 你自己有稳定的收入 还在乎这一千块钱吗 你看管一鹤他妈 给你这红包的时候 那口气 给你一个大红包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价值观 和你完全不一样 那以后的问题就多着呢 妈 我觉得没有你说得那么复杂 一鹤也说了 他妈妈是一个节俭的人 很实在的 你看啊 这个护腰 让我想起来 小时候你给我吃的磨衣 你会戴吗 不戴 鼓鼓囊囊的 上班没法穿衣服 那就把它扔了呀 这 不太好吧 万一一鹤的妈妈问起来 那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吗 可你不需要啊 演不下的星空 演不下的星空 每一刻都不同 各自照耀每一种梦 将把灵魂牵动 而时光太匆匆 我遗忘了承诺 最后爱情总是太沉默 归于平淡生活 我以为我们都懂 形容那份平淡的沉重 有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 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 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 也许曾未发觉有些感同 让我不经意 让我不经意见忘了伤痛 让我落泪时空 也仍有笑容 我相信我们会懂 我相信我们会懂 心中那份平淡的沉重 若再多一些宽容 若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 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 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 填满那份平淡的沉重 所以爱过之后 知清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